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仪器的一个安装 那这个的话是脚踏开关的一个插头 我们对准孔 插上 拧上螺丝 电源 插上 打开电源 开关即可 好 现在大家我们来看一下热缩的一个介绍 首先这个2F代表能量大小的一个调节 这边的话是代表负气压大小的一个调节 加减来调大调小 这边的话是吸的一个时间 这边是放的一个时间 大小的一个调节 这边的话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设定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时间 这边的一个设置 这边这个按钮的话是脚踏开关的一个键 那我们开启的时候可以替代脚踏开关 这边是开始停止 在操作的时候是一个手柄 一个手柄 有五个头来更换操作 不同的操作不同的部位 更换不同的操作头 那我们这边这两个小头的话可以 这个操作眼睛 这个是面部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操作身体的一个操作头 根据身体部位的一个大小来更换不同的一个大小头 好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面部的掩饰 操作客人前先给客人清洁面部 涂上比较重要的一种节制 操作面部的时候我们来调一下界面 RF的话我们从30左右给它调 复期下的话我们建议的是1到3的一个调节 吸的一个时间的话是3秒 放的时间的话是1秒 现在我们来首先是来定点操作 在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TOOC的一个介绍本地 可以来递加递减社会上的燃料 好 扶起压大小的骨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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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ого费iniz 定点的时候鹅头和太阳切�h 我们共剷造 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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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system 我们定点完之后的话的话的话放出他条小 好 再给它做全面的一个提升加强一下效果 带这个头操作完以后 我们更换这个头 这个是没有浮起压的 来给它做全面的一个操作 顺着皮肤的一个冷破线 好的话你们就上下皮 就拆出来 把动机放进去 在操作的过程中不要在一个地方里面拆脚 重复引上工作 在面部操作完以后我们把能量调小 来操作眼部和额头的一个操作 中文字幕提供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褥褥的一个操作 当褥褥清洁完了以后我们转润滑的一个剑制 然后一起的一个剑面 褥褥的一个剑面的话 建议的是爱或是有30左右的一个条件 剑面的话是调到3到5 吸的一个时间调到3秒 放的时间调到1秒 就能来操作 首先来硬件操作 在操作的过程中 请问苦补的感受 根据苦补的一个承受能力 可以能量来并加并减 在操作的过程中的话避开腰两侧的一个骨头 然后再来 顏料完畢 我们这样做的侧腰 再做一个体验 重复以上的动作 另点操作完以后 我们再来给它做一个滑动 滑动的时候自己按调小 摄平能量可以稍微调节大一点 另点我们把放的时间关闭 马上操作 做到后腰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后腰可以转发起来 还有一个小时空 下车来 火洞 平糖 平糖再吃下去派油鲜 在操作的過程中,攤頭一直要保持皮疙瘩,緊貼在皮膏上 輸著,來一下 側腰打槍 放在碗裡,最後在整個部部,拼開肚子打起來 先吃完 下面我們來做一下背部的一個操作演示 讓背部皮膚清潔乾淨,不均勻塗抹殘 在操作的時候,我們調節好一個界面 首先,調節界面的時候,RF的話,我們可以從100起 自己要調到3到5之間 吸的一個時間調到5,放的時間調到0.5 那我們現在可以操作 首先操作的時候,先用這個小頭來給他做一下背部觸控 進入了一個觸控 首先,在大堆打拌 3到5邊做 第二個動作,順著大板筋滑至葉下 第三個動作,順著肩膀打拌 第三個動作,順著肩膀打拌風 把這葉下 第四個動作,肚脈走出現 左右旁方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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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動作,順著肩膀打拌風 以上每個動作每個部位操作3到5遍即可 小頭操作完畢,換大頭來操作 大頭我們根據每個人的身體的一個部位的不同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一個湯頭 第一個動作是肚脈走出現 然後是肚脈斌 分開 時間快點 然後呢 在這方面,欣賞 第二个动作走山形 在操作的过程中 不断形容突破的感受 来加减能量 调到最舒适的为准 打圈 流泣水 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手法 这边操作完 再操作另一边 在操作的过程中 请问顾客的感受来 加减能量调到最最最最大化 演示完毕 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 手臂的一个操作手法 带手部部清洁干净 均匀通过产品 选择适合的一个小头来操作 适合手臂的一个小头 操作之前 我们先设置好一个操作参数 二步的话 我们建议可以从100起 根据顾客的承受能力 100起来调节 附期的话 建议是3到5秒的一个调节 吸的一个时间的话 设置吸5秒 放0.5秒 现在我们开始操作 从下往上滑至叶窝 第二个动作 打圈 第三个动作 留下往上直拉 在操作的过程中 询问他的感受 来加减能量 以下动作 反复操作 三到五遍即可 在操作完之后 我来继续操作 从下往上 下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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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示完毕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皮肤的一个操作手法 在皮肤清洁干净以后均匀涂抹产品 操作之前的话我们先设置好一个参数 二类伯的话我们建议的话是从100起开始 根据肤的一个承受能力来加来减 不加的话我们建议的话是3到5秒 吸的时间是朝5至5秒 放的时间朝到0.5秒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从腿腕往上提到腿脚 舒放 在腿脚 我先把小事 我先把小事 你先把小事 做足够 以上动作重复三到五遍 如果脂肪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多加强几遍 再效果出来即可 大腿小腿 动作重复 在操作的过程中 我们所建议的 给的参数 都是一个建议的参数 实际操作客人的时候 我们根据顾客的一个承受能力 来加来减设置这个参数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也可以调制为长吸模式 长吸模式的一个调制方法是 把放的时间设置为0 这样的话它就会一直吸着不放 在操作的过程中的话 客人出的一个效果是 比较好比较快的 如果顾客能承受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模式来给它操作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模式来给它操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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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